有粉丝想开个快递驿站 问我赚不赚钱 这条视频会给出非常细致的答案 也有可能消失不见 建议先下载保存 先说要投入多少 一房租二设备三保证金 6-7万吧 像刚刚你说的监控货架 然后大概是费用是多少 2-3万差不多 电付资金了3-4万吧 大概准备6-7万就够了 房租三线程式60平米左右 装修程度刷个大白墙就可以了 房租每年3-4万 设备包括电脑 扫描仪 扫码枪 货架1万左右 保证金3000-1万不等 生意越好保证金越高 保证金是拿来处理客宿的 注意啊 大品牌都没有加盟费 如果需要加盟费的 基本上可以断定 他想搁你 收入来源分成三块 一快递公司或者是快递员 放件的费用 二顾客在你这里寄件的费用 三 利用人流量而做的衍生业务 比如说社区团购 首先放件费用 放一个件你就能得到5毛到8毛 平均是6毛左右 一天如果有500个件 你就能收进300 注意 放件最好 你跟快递公司谈 因为站在成本角度 多两个快递驿站 快递公司就能够批量放件 少招一个快递员 等于你瓜分了快递小哥的收入 如果你跟快递小哥谈 那其实是当面抢他的钱 你猜他开不开心呢 不过快递小哥虽然不开心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顾客不在家 就要放进铁皮柜里 铁皮柜也是要收快递小哥钱的 铁皮柜还要收顾客的钱 而且铁皮柜常常塞不进几个 放在快递驿站 效率更高了 再说寄件费用 顾客来寄件 平均收费是6到8块 你猜 驿站每一个能挣多少钱呢 寄件的话 这个确实不方便透了 寄件是赚的挺多的 不方便说 也能说 我给他发一个200块的红包 那是你挣多少钱的当中 挣两三块钱的吧 如果你每天能有100个计件 就能够多收入250块钱 这样你一天就有了550块 这样一年算下来 拉平淡忘记 你大概就能够营收20万了 去掉成本 你第一年大概能利润14万 第二年业务更熟 设备成本分摊一下 你大概能利润16万 等一下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吧 如果你命好 每天的收件数和寄件数 都翻一倍 收件以前寄件200 那每年不是能够利润35万了 但这样的话 你一个人也可能累到 需要每天吃一个人参补身体 扣自己 对 你如果说你 你假如说 你弄500票件的时候 你的收入就是 就是说500票件的收入 对不对 你弄1000票的时候 你一个人也是来得及的 你弄500票也是来得及的 对 那你要去再去叫个人的话 或者是说找人来帮忙的话 对对对 所以要雇一个员工 假设月薪6000 这并不算多 因为快递驿站 一般的营业时间 要达到12个小时 雇一个人 那每年要减掉 7万块钱发给他的薪水 一年你只剩28万了 听起来不错 但是如何能做到 这样的业务量呢 首先当然是你要开在一个 入住率高的成熟小区里 或者是小区的门口 其次 这个小区的年轻人比例要高 那就更好了 毕竟年轻人网购更多 平均一下 一个普通快递驿站 你是一个亲力亲为的小老板 成熟以后 你一年能利润20万上下 每一个快递驿站的品牌方 都会跟你画大饼 告诉你 快递驿站的人流量 可以为你带来其他的很多生意 比如社区团购 然而现状是 买菜的这种都进来 我们他也会找这边来 我们这边能力量大 方便 所以他们也会进来 这个至于那个收乐的话 刚开始是不是那么好 后来会好 后来好了 到后面会给你这里 就变成社区团购 因为之前我们也合作过一两家 但是他那个东西 这辆刺 这辆刺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做 你做这个团购 必须要我们去推荐 对 是不是 我给大家推荐的 第一阶段推荐的东西 要好 是吧 大家说他给我推荐这个东西很好 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的话 人家说 就他这个 一定要老板跟我说的 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 这个会造成 人家心里面一个负面影响 如果你做了社区团购 大概可以分给你销售额的10%以内 也就是一个月再多挣2000块 你一年就多挣20000多块 但是越高端的小区 越不喜欢社区团购 耐人寻味哦 从消化人流量的角度 其实把驿站开在小区门口 超市深处的 那个20平方米的空白底带 既平摊房租 又拉动消费 似乎更切合实际一点 这个世界上 一年赚20万的小生意 听起来还真不错 而且风险比较低 但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如果你跟骗区的快递公司关系没弄好 把它惹毛了 那么 你如果说你跟人家合作不好的话 人家就到你旁边去开一下 很正常的 然后人家价格要低一点 人家的快递都放到他那里去了 那你这里就直接就是 不用干了 其实各大快递公司都有自己的驿站 杭州马的鸟站目前是老大 在16到18年 曾有过各种小快递公司的小驿站 层出不穷的现象 但是鸟站利用自己的数据整合优势 直接封进了小快递公司的数据查询 也就是说这个小驿站的老板本来可以扫一个码 就能找到哪个包裹放在哪个货架 非常方便 这一封禁就只能从快递堆当中像寻宝一样去翻找 直接拉高了服务成本 平均每天要低5瓶盐药水 所以最后杭州马的鸟站成为了老大 目前做到了全国大概4万多家 物流在你感官的世界里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生意 但是却是巨头毛细血管的最后一公里 数千冬的物流不也分担上市了吗 这一公里打通 两三年之内还会出现新的玩法 对于普通人来说 虽然有想象力 但是你也不要想太多 我们赚的永远都是辛苦钱 总结 投入不算多 但是把人膜 位置选得好 也是小碎活 就是全部都年轻人嘛 然后消费都是月光族嘛 反正是消费能力也比较强 然后就是说买东西嘛 现在大多都是买了买10个要推3 4个这种 然后这样就能赚钱 如果说全靠放箭的话 说实话的话 就也不怎么赚钱 反正比上班强一点嘛 这个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他就是有没有跟你最开始想象的有没有落差 有想象中以为开这个一站只赚不亏 那你知道刚开始你没客户做出来的话 而且自己也比较辛苦 前期的话会给你各种补贴 让你激励你来做 开始现在就是说已经去完善了 补贴没了 就是变成赚辛苦钱的感觉了 就是大概是这样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的话 你还会开这个一站吗 嗯 还会开的 所以他不会说肯定就没有假期啊 噢没有假期 然后你就要有人死死在这里啊 我是调哥 专注研究普通人够得着的小生命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注我 然后用你想得到的方式问我 好 好 感谢观看